我 開 吧 YO 大家好 我是原汁碧 我是水冷公的高部教練小菜 小菜教練 我們又回到了最原始的地方了 入寮山是不是 沒錯 入寮山 對 每個人都要從原點開始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哪方面呢 既然來到我這裡齁 我們就會分享 Shot Game 的部分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站位方向與目標的關係 其實這個是比較基本的啦 我會建議是一些初學的朋友都可以看 因為對我來說喔 苗的方向跟我打出去的方向 其實不太一樣 對 沒錯 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享 站位方向與目標的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GO 現在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站位方向與目標的關係 其實 剛開始初學在練習的時候啊 我會建議各位先站與目標線平行 什麼意思 像我地上這一支 橫的指示棒 就對著目標 那我們的腳 就是與橫的這支做平行 還有 我會把一個 十字線出來 就檢查我們的球位的部分 那這個目標線 它不是對目標這麼簡單而已 它也是我們的灰桿軌跡 我看到很多球友在做切球的時候 可能常常會shank 或者說是常常會top 之類的 那就是基本上我們的灰桿軌道 沒有與目標線 對等 什麼意思呢 當我今天站位上去的時候 我會希望我的桿頭 是跟著目標線走的 所以我不希望它會是呈現一個弧狀 我也會希望它是呈現一個直線 再來 有時候會聽到一些球友說 因為我的站位其實我隨便站也OK 那我會建議各位 剛開始在學習的時候 先站square 就是我們的雙腳平行 或者說是前後 左腳前 右腳後 這樣子在送桿的時候 其實比較不會有點感覺是卡住 很多人在做切球的送桿 覺得好像有點卡卡的 那可能就是你在做站位的時候 方正 導致說沒有空間可以做送桿 既然它還是想說我想要站方正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對到目標 沒有問題 那我會建議 當我們方正站上去之後呢 讓我們的髖髖 做打開的動作 OK 那這樣子我們在做送桿 也會比較順暢一些 站位上去抓到 與目標線平行之後呢 球位也對出來了 讓我們的桿頭 沿著目標線去走 基本上方向不會差太多 那我們在下場的時候 因為沒有指示棒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當我們站位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先讓乾面對著目標 對好之後 再來做站位方向 所以很多人是直接拿著 就站上去 那其實這個時候 你要去對目標 就比較難對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是乾面先對好 再做站位 球也擺好了 然後切擠 那假設 假設我先站一個close的站姿 就是站右腳後 左腳前 其實這樣子它主要會影響到的是 我們在下竿的時候的灰竿軌道 有可能會從內側出去 所以就會變成像 往右邊走 我會建議是出血在練習的時候 還是以防震為主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是個進階者的話 你已經習慣了我的站位 我有看到有些人他是這樣子站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站 因為當我們這樣站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我的下半身好像又更固定的一些 我只需要讓我的手走直線就好 那我會建議這個動作來講 初學先不用想 這是給進階者的 如果你們之前有看到 IG Dustin Johnson 他在練切球的時候 他會站一個很誇張的動作 直接讓他的腳尖朝目標 去做切擠 所以這個是迫使我們的 手臂肝頭的走向是走一直線 如果有興趣的球員 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在練習過年的時候 先做好站位 腳尖朝向目標 然後做切擠 這樣會發現到說 其實你的手跟肝面會蠻固定的 我會建議各位可以有這樣小練習去試試看 小蔡教練 請說如果我要更固定 你要怎麼站 把它整個有點目標的左邊一點 就是你的胸 你的肚子是朝向目標左側 對 這樣子是不是更能鎖住我要的方向 照理來講是 可是你這樣其實會很難去做上肝動作 所以我會建議說 就讓你的腳尖朝向目標 來做練習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站位方向 與目標的關係 就分享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下次再見 anya 來 tools 。